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点来到了22504了 各位再创了历史新高 而我们一直在节目跟大家分享的 从苹果里面来看 玉金光今天又再度创高了 那也包括了像是PA跟大家分享的2455的权限的部分 一样再创破乱新高 GT4967的十全十美盘中直接亮灯掌停板 我请你关注的 重电的部分中兴电大涨 而从1503市电的部分直接亮灯掌停板 1514的雅力直接亮灯掌停板 曾经跟台积电相比的1519的华晨的部分 一样锁住掌停板 股价已经重回了900块钱之上 而我跟你讲的隐藏版的重电3622的杨华 一样亮灯掌停板 各位够舒服吧 我从重电低档带你一路赚到了上来 几乎都是翻倍的 再从4月22号我就在这个节目公开跟你讲 我已经把它干掉做肥料 我把赚到的钱放到了我鬼谷门的家族成员的口袋里面 一直到近期我又跟你讲准备可以开始低阶了 然后重电相关的股票一路狂飙 这不就跟我之前跟你说的航运 我在跟你讲航海相关的股票的时候 整个市场只有我鬼谷子一个人说 大家都赚到了吧 而我把它干掉做肥料 我又跟你讲重电要回来了 资金做了一个正面的轮动之后 回到了重电的身上 甚至我这一次再多给你一档重电的隐藏版 杨华又是一路狂飙 各位都赚到了吧 各位只要你愿意向前的 我这里有很多很棒的股票 等你一起来赚 重电涨完了吗 各位现在才刚开始 之前就跟你分享过的重地概念股 电力概念股 你看哦 2月21号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就在跟你讲电力相关的股票 因为它准备要开始涨价了 台电已经亏损了3800多亿 今年会再亏1800多亿 也就是它累积的亏损 会来到五开头 你想可能吗 都选完了它还会让你亏吗 那你说鬼谷子也涨价了 那涨到这边是不是差不多了 是不是未来重电的股票不会再涨 我说我之前就一直说 根本就还没有涨完 你看哦 南韩的工业用电 每一度就已经来到了4.46块钱 而我台湾 我国 成本才4块钱 成本就4块钱 但它卖给你是卖多少 3.1块钱 各位你去想一件事情 3.1块钱 你给它乘以15个百分点 算比较多好了 在一个工业的用电大户的部分 你给它乘以三成就好 30个百分点 3.1 x 30个百分点 也才3.4 3.5 连成本都不到 我国的电力成本就来到4块钱 南韩都卖到4块多了 你说3.1 x 30个百分点 成本都没回来 你觉得它不会再涨吗 那从民生用电的部分 去那5% 10% 15% 你认为够了吗 在我的眼中 各位绝对不够 未来还有涨价的题材 而且紧接着就是 789用电的 最尖端的时刻 所以未来你看到 台电又说要涨了 不要觉得奇怪 因为它连成本都不到 各位你要 让自己的亏损 不要扩大的话 你至少成本要回来 那如果要回来 要到4块钱 现在才3点多块钱 你说它还会不会涨 如果还会涨的话 电力的题材就不会用完 所以我在年初的时候 我在我的节目 各位如果你还没有订阅 我YT的好朋友们 记得到这个YT的上面 去搜寻金融鬼骨子 我都在上面 从过去的节目 一直到现在每一天的节目 我都放在上面 你可以自己去查 我当时有没有跟你讲 都放在上面 都骗不了人 我跟你讲 重电的股票 电力的股票 我会做到下半年 那撞完了一探之后 拉回呢 当然要买 因为它还会在涨 那除了台湾的涨价题材之外 除了台湾的强热电网计划之外 美国也需要 那美国它为什么需要 大规模的换电呢 因为AI嘛 你没有电AI怎么办 因为再生人员嘛 因为要减碳嘛 这些我之前都跟你说过 所以美国包括了在 拜登要选总统嘛 所以他本来就要放钱出来嘛 他放钱出来也要有一个理由啊 所以他推的就叫做基础建设嘛 那基础建设的部分 当然其中一个 就是全面更换美国的电网嘛 光光是五年的期间 就会投入了两兆四千亿的新台币 台湾的重电公司吃得到哦 那这不就是未来 台湾会涨价 美国也需要 那它怎么可能会走得完 全球的智慧电网的规模 从2020年一直到2030年 有着一个爆发性的成长 从原本的306亿的美金 会成长到1600多亿的美金 至少有三倍以上的空间可以期待 所以1513的中心店的部分 各位你就记得一件事情 你就记得一件事情 台湾吃最重的股票是谁 1513的中心店 美国那边吃最重的股票是谁 1519的华城 所以这两档个股是最重要的 那你说其他像是 雅力跟市店的部分 一样重要 因为它会被这两档股票 给带动上来 它这整个类股都会向上去升华的 那1513的中心店的部分 你看哦 台电的强任电网计划 就是他们从去年 各位到什么时候 到2032年 还有很久的时间可以玩 而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 345的这个标案 而这个是谁在做的 就是只有他 国内唯一有通过台电 345的业者 就是中心店 所以他是国内吃最重的 你就记得 他跟台电的配合是最紧密的 那除此之外 345它厉害的地方在哪里 它贵嘛 它的电压高嘛 所以它的毛利率就会最好嘛 那它是台湾唯一有通过的 那从这个地方来看的话 目前有85个百分点的变电所都是给中心店做的 所以它从今年到未来 各位它不仅仅是今年好 它不仅仅是明年好 它未来的十年都会很好 那是用股票你不买它 你要买谁 那台电的标案的金额也从原本178亿 增加到253亿 最大的受惠者就是中心店 所以我看好它嘛 各位我应该可以看好它吧 那中心店的部分 今年第一季 除了台电的120亿的订单之外 离岸封电的部分 也有拿下了50亿的订单 而且161跟345 超高压的设备 再加上统包的工程 预计中心店下半年 还有100亿以上的订单量 各位一切都只是刚开始 而且它会好未来的十年 民间除能的电厂 一年大概可以拿到这些钱 而它在手的订单 就已经403亿了 维持在历史的高档水准 所以从今年到2026年 每年都会复合式的成长 每年都会成长20个百分点 手中的订单已经能见度 就是你已经看到的 已经来到了2027年 三年之后 从上个月的营收的部分 一样是非常漂亮 一样是非常漂亮 五月份很漂亮 前五个月创了同期新高 那这不就是你要的股票 这就是我鬼股指要的 2月21的中心店 你说它高吗 我说一切才刚开始 一路涨到了12 全数获利出金 上涨了80个百分点 先带你赚一趟 1519华城的部分 各位今年前两个月 它跟去年同期相比 就已经增长了201个百分点 它主要是受贿在美国政府的 电网基础建设的部分 就是它 美国吃最重的就是它 主要的业务就是重电的设备 这里面最重要的就叫做变压器 美国现在最需要的 AI最需要的就叫做变压器 它就占了它自己的71.39个百分点 那它第一季 刚刚看一二月 加上三月份的话 第一季 美股盈余年增189个百分点 这个叫做爆发式的成长 代表着现在的华城 跟过去不一样了 华城它凭什么那么好 它在美国 准备要进入美国的时候 也辛苦了非常的久 亏了大概有6年左右的时间 但是美国的变压器 是这个样子 美国的变压器一用 会用非常的久 但是它要换的时候 可能要等个半年或一年 才有办法换一个新的变压器 那一般的美国企业 它等不了这么久吗 那怎么办 华城就想到一个很好的办法 它不等你坏了 跟我下订单 那我再卖给你 我再来帮你组装什么之类的 它并不是这样 它很聪明 它想到的方法是什么 我在美国建厂 我先把变压器给买好 一旦你出问题了 我立刻可以帮你装 立刻可以帮你装 而不是像过往的做法是 你跟我下订单 我再来去订看看 订了等到货到了 我再开始安排人员来帮你装 这中间要花大概半六个月 这一年的期间 那一般的企业厂商等不了 华城他说不用 你一旦跟我下订单 我立刻帮你装 立刻帮你装 那几乎美国只要需要变压器的 都会跟1519的华城下订单 它就因此而打入了美国的市场 那美国现在又在做基建 AI相关的设备都需要变压器 那华城就是最大的受惠者 那他也是 你看哦 他的电压比中兴电还要大 国内唯一生长500哦 刚刚中兴电是345 他直接跳到了500的部分 所以美国需要他 在大型变压器支持他 那除了强热电网之外 主要也是美国的部分 美国能源 美国的能源部 到2035年都还需要他 所以他未来的展望会非常漂亮 这个前三个月的合并营收 年增103个百分点 从1月份到5月份的合并营收 都创了同期新高 代表这档个股真的非常会赚钱 那非常会赚钱 123的时候在这里 372块钱 300多块 到4月12号 法人突然说来上看1200 那三月份的美国盈余也非常漂亮 年增都是破百的啦 那一直到12 当它狂飙了158个百分点 我请你全数获利出清 包括了像是市店的部分 北美的订单已经接满了 明年会更好 时间不够我就先跳过去 那一样2月15号低档 低点122 100多块 起到343块钱 波段上涨了186个百分点 全数获利出清 包括了像亚利的部分 它除了有强热电网计划之外 金元双雄在美国的设厂 变压器的这些重电设备 是给它做的 给亚利做的 那今年除了金元双雄之外 花冬的双轨 一样是它在做的 所以它今年有可能会怎么样 创新高 各位重电相关的股票 有没有发觉都在创新高 所以这个时间不够我就不说了 一样从低档 要不然是100块 85块钱就跟你讲可以做 一路狂飙了105个百分点 全数获利出清 然后这一段的下跌避开 中金电跌了将近要28个百分点 华城跌了将近要30个百分点 市电从我12代你卖掉之后 下跌了将近要33个百分点 亚利跌了将近要39个百分点 我带你避开完之后 6月3号 我又跟你讲可以动 可以做动作了 随时会再喷出 不管是中兴电 华城 重电 四雄都是这样 然后到6月7号 我说已经要开始动了 6月7号跟你讲 已经要开始动了 各位你都有充足的时间 可以加入我鬼谷们 跟上我鬼谷子的动作 昨天还跟你讲 要来了 整理完了 差不多了 因为华城已经在创高了 其他股票势必会被带起来 今天呢 中兴电 直接创高 各位我低档带你买 高档带你卖 整理完又跟你讲 可以准备进场 酝酿完之后又喷出 各位都赚到了吧 中兴电创高 连试电也创高 然后呢 在亚历的部分也创高 华城不用说了吧 又回到了900多块钱 各位都赚到了吧 甚至于连 新的重电股票 3622的洋华的部分 我说这是隐藏版的 没人知道 那在这个1到5月份的 这个营收的部分 也非常漂亮 今天直接不演了 你看低档 一路到今天 直接亮灯 涨停板 够愉快吧 从散热 带你赚到机器人 带你赚到航海 带你赚到了重电 一切都讲在前面 所以其实做股票 你就加入鬼股门 让我来帮助你 未来还会有很多 很棒的股票 我们一起加油吧 导播进广告 除了重电相关的股票 一路狂飙之外 我们在电子的部分 也是非常的漂亮 记忆体一路带你追踪上来的 4967的十全十美 低档一路带你赚上来 今天盘中又亮灯 涨停板 我还来不及去计算它 但是已经从我的交流成员 进场之后 也狂飙了90个百分点 各位我这里就是 飙股一档接一档 用到对的方法 它的DDR5 就是这么需求大 过往机器很低 未来它的爆发性 就会很强 我都说过 那你是不是可以 很愉快的就赚到了 除此之外 立台这档个股 请你多注意了 这边爆大量 然后它在近期 近两个礼拜 一直在给你洗 筹码又变干净了 各位随时会再喷出 如果这种个股要跌 它早就跌了 它不会一直生在这里 我都讲在前面 包括了像广达的部分 广达这档个股很好玩 它在上个月的营收的部分 非常漂亮 年月都是双针 而且未来的GPU 就是在AI伺服器的这部分 会很好 那广达你去看一下 在最近的时候是在整理 对不对 感觉没有什么涨 对不对 来让他看这 但你把时间给拉长 它已经整理了11个月 各位这里涨完之后 如果它未来的展望不好 它会落来 它会回到起涨点 或是它就会在这边 晃着晃着 但它现在在干嘛 涨完之后洗筹码之后 慢慢缓步电高 你有看到它在缓步电高吗 这一个漂亮的上升轨道 已经被打 被打了出来 随时有可能会过高 它现在量缩 就是为了要过高而做准备 所以一旦2382的广达 过了300块 所有挥达的效应 会在广达的身上爆发出来 而且它一档股票 整理了11个月 当然一旦喷出之后 300块一旦涨上去 它会很厉害 一起期待 好 除了这些股票之外 苹果 一颗红苹果 标股被点火 里面很多好的股票 那苹果概念股 这些我都已经放到了 我Lite 8的上面 因为它要开始走智能了 虽然比较慢 但是它很让人家期待 过去的价量不是太好 所以积极低 所以PA相关的概念股 你要多注意的 我们的文贸 红杰科 跟全新的部分 全部都打入了高通 而高通是谁的供应链 苹果 苹果晶片它做的 所以我再从 这商场个股里面的财报 跟你做比较 那红杰科 昨天才刚突破下降轨道 今天 感觉还不错 感觉还行 稍微整理了 毕竟昨天一根长红棒 今天本来就要洗 那洗完都还会再上 305的文贸 昨天直接就 一根长红棒 把下降轨道给突破了 一样吃到了苹果的概念股 那今天呢 又再创了波段新高 各位这些股票都是低档 你都很好买 量都非常大 包括像是全新的部分 功率放大器 把一些好股票的股价 也跟着放大 表达了嘛 你看 245全新的部分 今天直接再创 波段新高 站上了所有的均线之上 那这些的类股 未来都还有机会 各位PA功率放大器的 一定都还会再涨 都只是刚开始 而苹果还会有新的股票 还会有新的股票 时间不够 赶快讲 4958真顶的部分 各位都只是刚开始 今天的真顶它没有什么涨 但是你看 留了一个下影线 亮人是说的 代表什么 整理完了准备要再过高了 这是为了要创高而做准备 各位4958真顶是为了创高而做准备 那包括像8069的元太的部分 6月11跟你讲 12长红棒 13又再创高 今天又创了一个收盘高 各位我这边有很多好股票 你加入我鬼股们很多股票 等着你来赚 像是郁金光 苹果的光 3月14号我就在关注它了 我在我的Lite 8 我在我的YT也都有说 你自己去看 然后开始慢慢电高 6月12 我之前也在节目给你追踪过 6月12创新高 6月13再创高 16啊 苹果今年的新的行动电话 有可能就它迟到了 除了大力光之外 郁金光应该就会迟到 所以今天怎么样 直接再创破断新高 3月份带你一路赚上来 很多好的股票 各位做股票 说难很难 说简单也很简单 你知道它未来会好 它现在还在低档 你就买嘛 你不知道该怎么买的 你就来找我嘛 加入我的鬼股们 我来帮助你就好了 近期待你赚到了很多的好股票 包括像是中兴电 亚历 华晨 一档接着一档 4.186个百分点 然后航运的长龙山 4个百分点 扬米 万海 超舒服的 那包括像是佳能的部分 跟机器人的 罗生 71 索罗门350个百分点 各位都赚到了吧 未来还会有很多的股票 希望你一起加油 所以 想跟上的 我直接送给你 黄金苹果光 我未来要做的 不仅仅是苹果 有本质的 有爆发性的成长 有大户筹码的 我都会做 那你 不方便打电话的 你就在我的LINE AT 小老鼠GO888的里面 把你的大名 跟你的电话 你留给我 我请我的专员 跟你做联络 一季的费用 直接带你飞到了年底 直接到今年的最后一天 所以6月份 我几乎就是送给你 让你用最低的门槛 可以加入我的鬼谷们 未来还有很多好股票 一起加油 好 今天的节目 就先进行到这边 愿我如长风 半军行万里 我是金龙鬼谷子 我们下个礼拜一 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